欢迎大家收看本期的视频,我是张恒 这是2022年的第一期视频 这个时间飞翅啊 2021年就这么过去了 在很多年前啊 President Obama说过一句话 说Time flies even if turkeys don't 也说时间飞得非常的快 尽管火机不会飞 火机都不会飞 时间却飞得这么快 转眼间就到了2022年了 Happy New Year 新年快乐 那么今天呢,跟大家拿出点时间了 跟大家聊到这个EC方面的这个事情 话题吧 Extra Great Clear 课外活动 啊,这个课外活动 天啊,我现在拿着中国学生的简历啊 中国学生的简历 我一看真的是吓一跳 我当年20多岁的时候 我在干什么呀 就这种感觉就是 拿着简历一看 我的天啊 这什么什么国家的奖项 然后这边又写了一个 我的天,参加了哪个哪个大的公司的活动 啊,这是各种丰富 各种各种卷可以说是 但是其实 你说卷这个事情 话中咱们商业上的讲法不就叫做建立相对竞争力吗 叫competitive advantages 相对竞争力 也就是你比别人更有竞争力 你通过卷,通过更加的努力 你比别人 或者同龄人 或者同样的申请人更加有相对 从人赛假如来说相对的竞争力 不就解释这个事情了吧 对吧 你说 你说卷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呢 我也就常问自己问题 你说这学生卷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呢 那有些学生卷的很厉害 确实是很强 走了18岁19岁的人生 弄一堆的经历 有些学生没卷 他确实是有的时候 他大学是看中一些 你课外活动的乱七八糟的 这些附加的项目 但是但是但是 这里面有大部分的国际生 其实搞错了一个重点 这是一个文化消费价值观的问题 在中国的文化这个影响下 很多的人们或者消费者 你我都是消费者 比如你出门坐公交车 你是乘客 你是消费者 你在大街上走路 其实你也是消费者 你是市政工程项目的消费者 你走的路面上 你是交的税的 你走的 你用了自公共的公共的交通工具 对吧 所以说你无时无刻 你都是一个消费者 你就在课堂里面 你做一个学生 你也是消费者 对吧 你无时无刻都是一个消费者 那么消费者在消费 在购买一件东西的时候 这里面有很多的 中国的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差异 这个差异简单来说呢 是我们更加的认为大品牌 是有相对的更加的影响力的 或者说更加靠谱 我们之前不是经常提到这句话吗 叫做大品牌信得过 什么叫大品牌信得过 他无时无刻给你传递的一种就是 一个品牌越大 它就是越更加的靠谱 或者就不那么离谱 但是如果我们看到美国的商业 99%的商业 都是中小微企业的话 大家就能理解到这里面 消费者消费的价值观是不一样的 之前最早做过一个测试 科学就市场的调研人员 在一家知名的 我忘了是哪家 我不是害怕说名字 我忘了是哪家 哪家哪家企业 我忘了好像是星巴哥 麦当劳还是可能 我忘了是哪家了 还是一个什么连锁的店 他那个店里面 做了一个测试 就各个国家之间做了个测试 他说在这个店里 比如说店原来是卖吃的 卖喝的 然后他在这个店里卖 比如说运动的跑步的球鞋 那消费者进出店的人 有多大可能性会去买这双鞋 举个道理 星巴克里面只卖咖啡吗 在美国星巴克 你可以出去看看 到处卖各种的杯子纪念品 最经典的就是一个杯子上面 写的那个地区的地名 比如说Arizona这个地方 很多那个杯子上面就会写Arizona 他是消费的消费的价值 叫brand extension 就是品牌连带性和品牌连带性效应 这个值是不一样的 因为国家文化差异 为什么说到这儿了呢 这就是大家在选择实习 或者建立科外活动的时候 不管大家就是找中介 还是找任何的 有些中介提供 有些中介不提供 或者找自己找各种方式 找各种的代理商或者whatever 或者不管怎么样 大家一定都特别喜欢看到说 这个科外活动里面说什么 国际什么比赛 公司也是实习 一定是特别大的公司 这公司越大越好 导致一个什么现象 我现在看到学生的简历里面 天呀 银行都是中国那几大行 全在那上面 银行是很大 然后各大公司 咨询类的公司 会计类的公司 审计类的公司 这都实习方面的 包括要不比赛 都是什么国际机器人比赛 联合国 就把这些大的名字 拼了命的往上加 这个不管是对错 你既然选择了 你有这份相关经历 都是可以的 但是问题在于重点把握错 重点在于是你在这个活动里面 做了些什么 不是说你把名字搁上去 这很多的 很多的这个申请者 我看到了 不管是文书里面的 还是在简历上面的 还是在填那个 common application 就是通用的 通时的申请的那个 申请的网页页面 以外大学会 让你去填一些信息 普遍存在这个现象 他没有说清楚 他真正做了些什么 他只是单纯性的去说了 我在什么组织里面干过 参与过 他更加的着重于这个品牌名字 这是消费价值观所导致的 大家可能没理解这个话 那我给大家随便举个道理 要这楼盘大品牌 大品牌 开发商开发了 肯定靠谱 还有 哎呦 这家孩子真厉害 你看看人家去了这个 中国的 哇这个是比如说大的银行 哎呦 人家这孩子真厉害 重点都在开发商上 重点都在大的银行上面 重点都在大的企业上面 可是本质上这个孩子做什么了 他就算是在银行里面 干一个八杆子打不着的工作 他依旧有这个光环在这里 但是真正在国外大学申请过程中 赵忠光真正眼睛里面脑子里面想看到的是你 实际做了些什么 也就是说你就算是救助小猫小狗 你也能把这事说出花来 而重点不是在于我跟着哪个大的银行 或者哪个大的机构去 去救助小猫小狗 这是个思维价值观的切换 好吧 我说了几点 第一点 因为我八点 第一点呢 是很多学生会说 我开启了一个 或者我组建了一个学校的社团 或者怎么样 这个有些人学的 好厉害呀 组织学生社团 当然我跟今天说的 这八点都可以写 都是可以的 关键重点 我就跟大家讲 就是你讲写的重点在哪 比如说你开这社团 在美国的任何一个大学里面 你随便开个社团 去学校填一份表格 你就开了 有的学校甚至给你钱 让你去开学生社团 这事有什么 有什么让人惊讶了 或者impressive的话 或者让招生官会觉得 哇这个学生好厉害哦 没有吧 你就开个社团 但是如果你开了这个社团 在你的带领力 在你的领导力下面 做成了哪些事情 这才是说明问题的点 啊 这才是说明问题的点 那么第二点呢 很多人说这个实习和工作的经历 包括这边 包括任何的research 科研调研的项目 同样的道理 你重点做的事情是哪的 你给美国航天局NASA 你名字够大吧 美国的航天局名字够大吧 你到那里面 做了一个 社区的调查问卷 八杆子跟航天局打不着 他只是在一个巨大的任务里面 一个丢丢的一点点小事 你买的 我说的说的很直白 大家经历基本上买的 你买的不是这个名字 你买的是你真正的实践的经验 因为大学不傻 真的在职场 在大学期间里面 看的是一个学生的能力 不是看了一个学生的名字 这是实习的工作 第三点呢 是你参加了什么什么样的一个组织 或者你在什么什么样的联盟里面 好 这个也可以写 这些都是科研的活动 也很好 我也鼓励学生去做 但是这里面 同时要注意到这里面重点 是你在这个组织里面 你如果只是一个member 或者一个membership 一个成员的话 不说明什么问题 不说明什么问题 你交25美金 交40美金 你可以去任何 你能去无数个 这个组织里面去成为一个会员 但是重点在于 你在这个组织里面 你负责了多少人 你做到了什么样的地位 你做了什么事情 或者你参加这个组织 产生了什么样的社会影响 你参加一个 比如说美国银行的 救助小猫小狗的志愿者活动 你就报了个名额 占了个名额 你就在里面成了一个志愿者 你一年活动都没参加一次 或者你就参加一次 你就随便为了这小猫小狗 猫粮狗粮的 那有什么意义啊 那写不出来什么东西 可是如果你在同样的这一件事情里面 你积极的参业 由于你的积极参业 你做到了小队长 小组长 甚至还负责了 比如对商店学生来说 还负责了对这个钱的管理 比如你大量的购买狗粮啊 猫粮啊 然后组织宣传活动啊 这些的 这是你做的事情 要比你在的什么什么 这银行那银行 或者这公司那公司 要重要的多 好吧 第四点呢 是 这就是国内很多中介都会组织学生 去参加这种什么 出国考察项目团 听到耳熟吧 什么公司的 什么公司的调研科技团 什么等等的 开过室也固然都是好的 今天说的八点 其实都是很好的 开过室也固然是好的 但是你在这个 你在整个这个 跟公司去参加这个项目过程中 如果一个团队 二十个二十个人 全是中国学生 到了另外一个国家去 参加一个公司 你们去参观 参观他们工厂 这个我觉得 它就别叫中介公司了 它又不叫旅游公司则了 这就成旅游性质了 你就去旅游一趟游 你说你把这事写在简历上 或者写在文书里面 有什么值得让人特别 震惊惊讶的 或者吸引赵船官眼睛的 没有 没有什么态度的 而重点是在于 你去参加这个 这个整个的旅行团里面 你学到那些知识 而这些知识 对你的职场上面 有哪些的灵感 比如说你去看了 汽车的如何生产和加工 你觉得人工智能技术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和machine learning 对吧 机器学习能够应用在 通过大数据 能够应用在 我的未来职场上面 所以重点是在这 第五点呢 就是大量的志愿者的 这个时间啊 大家可以 因为这志愿者时间 也没法查 你想说多少 是不是社区 是社区志愿者 你想多少 说多少个小时就多少个小时 你说 我下面应该100个小时够了吧 然后旁边那哥们说 卷死你 我写200个小时 然后这边申请者说 我写300个小时 你说这东西 对于大学 张中官来说 这不是随便写的小时数吗 他打此 他也查不到 大部分 90%以上情况下 打此 他也查不到 他有多少个志愿者的小时数 你说自己乱填吗 所以单靠写小时数 是不会抓住 张中官眼球的 而重点是在于 你参加这些志愿者 能够做到 还是那段 能够做到什么样的级别 然后做出什么实际 具有影响力的事情 而原理 他看的是你的心态 志愿者 志愿者 看的是你的心态 不是说志愿者 是志愿者的 不是说你参加志愿者 志愿者这个组织大 就一定是好的 而是你的心态 你的心态是怎么样的 这个是很重要的 就每个点 像刚才说的这些点 每个点 张中官看的点是不一样的 而国际生往往对这个点 把控不准确 他并不是对这个事 把控不准确 好吧 下一项就是这个 honored school college 荣誉学院呀 荣誉奖项这些的 之前不是有句话说吗 你可以看到30 30岁以下的 30岁结束人才那种奖项 随便买 随便参与 毫无意义 最后 是不是全世界以后 每个人都得拿手里 拿10个奖杯才有意义呢 这个奖为什么要有意义 是因为这个奖本身要珍贵 要少有 要有选择性 那前两天我看新闻 那个电影还是什么东西 我也不看电影 上次视频的视频里 我都回去看了看这个方位新闻 是不是刚拿了一个什么金鸡 金鸡奖还叫什么 我也不知道 就中国发那个奖 很有名啊 那奖不是人手一个吧 所以才有名 奥林匹克运动为什么厉害 因为第一名只有一课呀 你要不是第一名 对吧 或者前三名 人们永远记住的是那第一 做事情就要争当第一 算参加这种什么 奥那这种农民学院 如果一个大学五千个大五千个学生 三千个学生在农民学院里面 你说你参加这个农民学院有什么意义 没什么意义 所以这些是不会抓住招生官眼球的 而招住招生官眼球的是 你这个奖项本身的选择性是不是很高 一定要写出来 这个奖项本身是不是 就是very selected 非常的具有选择性 给的人非常少 一万个人里面 你就就选出实名来 或者这个拿到这个奖项 是全学校的1%的人才能拿到这个奖项 或者这个奖项是特别专项的基金设置在这里 然后给到你的 所以点别错了 点是在这儿的 好吧 下一项就是各种的比赛竞赛 什么数学竞赛呀 什么科技机器人竞赛呀 你们就想去吧 大家想必比我还清楚 这些中介是给大家怎么推敲这些项目的 我其实是说真的 我觉得 我一直都觉得 我觉得卷的方向有问题 连美国人都是到了 到了大学里面开始 拼命的增加人才的 人才的相对竞争力 怎么我们老放不过初中和高中的孩子们呢 我觉得这就 这就很离谱 说真的 我走了今天 我都不知道 我初中是北大富的 我都不知道我是 我都干过什么 我想什么都没干过 就上了上学 真正一个人才的发展 是在大学期间里面 但是好吧 你说我非要参加这些机器人的比赛 这些什么自然科学竞争的比赛 可以 你去参加呗 对吧 我今天说的都大事话 你去参加 但是参加这些比赛 的点是在于你拿到了 什么样的奖项 而这个奖项的机构 叫权威 不是说我们设计一个奖项 一共三支队伍参赛 然后给个一二三等奖 是不是有句讽刺的话吗 弄一个办公室就俩人 一个办公室主任 一个办公室副主任 这有什么意义啊 对不对 所以你参加这些比赛 比赛本身的机构要大 拿着这个举办方 最好是客观的第三方的举办方 不是说中间给您举办一个比赛 然后一共就五支队伍参赛 好吗 收了五个队伍的学生 然后给个一二三四五 第五名奖 没法 verify virtual file 就是没法被认证的 没说没法被verify 就没法被认证 没法被审查的 这些都是很扯的 最后一个呢 就是参与这个中国学生会啊 包括学生的 学生的这种政府类的 也不叫学生政府类的 叫学生那种组织类的 大学一般有这种学校组织啊 或者说是这种中国学生会啊 包括学生的政府 这是其实在国际上是很薄弱的 其实道理很简单 就像你在中国的国内大学里面 学生会 你看看那些部长副部长 他们有国外人吗 有外国人吗 也没有 那么国际上在美国毕竟算外国人 对吧 你毕竟是外国人 你对外国人 你对其中的文化的理解 能不能加入这种学生的组织和社团 作为管理能力 管理岗位的这些社团 所以重点在于哪 重点在于 你在这个里面 是不是做到了一个管理的岗位 比如说你负责 你负责学校跟旁边的周边的商业关系的建立 你负责组织学生 对课程的优化和改进的方面的事情 重点是你做了什么事情 能理解了吧 好吧 我今天呢 拿不上时间了 今天 今年2022年的第一期视频 跟大家真是哭泼泼心的拿上了 八点关于这个学生在申请大学或者简历或者文书里面想展现自己 这里面其实有一个最本质的一个还有一个文化差异 就是有很多文化差异 还有一个文化差异 就是中国的文化差异 偏向于谦虚型的文化 哎呀张老师你好厉害呀 然后哎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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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厉害 谦虚型文化 它有一杯水 我们更多的看的是一半是空的 而美国人同样的半杯水 它更多的看的是一半是满的 美国是个自我营销 self promoting 自我宣传的一个职场和在学术的一个竞争的氛围 你要学会把自己卖出去 你要建立个人的独立的叫personal brand 个人的品牌的价值 而你把自己卖出去的时候 不是王婆卖瓜 王婆卖瓜并不好听 过来买我的瓜吧 我的瓜是最棒的 不能这么夸 而是拿事实说话 第三方客观的和你实际在里面做了哪些事情 重点是你作为学生 你这个人 重点不是说我这个西瓜 是从哪个菜市场进的货 我的这个西瓜 从全世界最大的菜市场进的货 它该不甜还是不甜 而你作为学生 重点是在于 你本身做的事情 在这当中参与的事情 你挑着瓜 这瓜 就甜了 好吧 以上呢 就本期视频讲得到 个人帮助了 可以给我发的电话 first time dot last time and hennessey dot com 当然如果微信可以联系到我 pcmc h n s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